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八分电影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电影是天使之信 主要讲述的是从两个人相爱变成三个人相爱的故事 影片的开头是一群人在跳街舞 舞蹈结束后男主角一号布鲁诺遭到小偷偷东西 于是男主角二号和一出来赶跑了小偷 并把受伤的布鲁诺带走 但其实今天布鲁诺是要见女主卡拉的父母的 布鲁诺被和一带到一个房子里 他那被摔了一下就没电的手机 需要充了电才能给卡拉打电话 布鲁诺在给卡拉报平安之后就在和一那里过夜了 真的很难相信 布鲁诺和和一才刚认识就在一起过夜了 第二天天亮 房子里出现了一个男人 他是这个房子的主人 而房子里所有正在睡的人原来都是偷遣进来的 和一拉着布鲁诺一起逃跑 布鲁诺竟然一点都不惊讶 眼看和一和布鲁诺就要分别了 布鲁诺一个脑筋急转弯 就把和一拉到卡拉的同事的房子去住了 而且也是不走正门进去的那种 并且在这期间 和一还对布鲁诺说 你已经住进了我的心里 真的很难相信 才刚认识你就爱上了 布鲁诺听见和一的暧昧表白后 露出了羞涩的笑容 但是第二天 布鲁诺又和卡拉很亲密的滚床单 布鲁诺去看望和一 和和一一起在音乐中跳舞 他们靠得越来越近 和一想要亲布鲁诺 但被布鲁诺委婉地避开了 这天晚上 布鲁诺家里开派对 布鲁诺的眼光一直看着远处 这时卡拉去开门 门外是和一以及她的女性朋友 当布鲁诺看见和一的那瞬间 她笑了 派对上和一和布鲁诺 以及卡拉都玩得很高兴 这时和一带来的女性朋友有点不舒服 于是和一就先带着她走了 并且亲了随后追上来给头盔的布鲁诺 第二天布鲁诺还衣服给和一 谈起昨晚那个吻 和一说以后她不会那样做了 除非布鲁诺希望她那样做 说完就脱了上衣进了浴室 而布鲁诺居然跟过去 并且走进了浴室 这天卡拉来拍布鲁诺游泳的照片 趁意外地发现了 在淋浴室里鬼混的布鲁诺 而且还是跟男的 而且那个男的还是和一 这样卡拉大受打击 她质问布鲁诺是不是同性恋 布鲁诺说她不是同性恋 说她爱卡拉 她会了结这一切的 于是布鲁诺去跟和一告别 但是很快他们俩又亲在了一起 于是乎布鲁诺又回来告诉卡拉 自己做不到呀 我舍不得和一呀 但我也很爱你呀 卡拉觉得很崩溃 布鲁诺跟着和一来到乡下 布鲁诺一边想念 一边和和和一滚传单 而另一边的卡拉也在家里痛苦难熬 这时和一来找卡拉 希望卡拉能够找回布鲁诺 卡拉虽然很崩溃 很难接受 但是她还是发了短信和布鲁诺重归于好 卡拉以为自己接受了布鲁诺有一个男人做情人 但事实上她依然很痛苦 这天和一主动找山门来 卡拉被迫和和一一起出去吃午饭 而在这过程中 卡拉变得不再那么讨厌和一 于是他们三个人愉快地在一起玩耍了 但是事情还远远没有结束 卡拉为了弃布鲁诺 跑来和和一滚传单 并且最后卡拉和和一也开始互相相爱了 和一在布鲁诺和卡拉之间夹着很难受 于是就逃跑到了乡下去了 而卡拉和布鲁诺又追了上去 这时布鲁诺和卡拉明白 三个人都深爱着彼此 根本不想分开 故事的最后 布鲁诺、卡拉和和一快乐地生活在一起了 看完这个故事 我好像明白了点什么 但又好像什么都没有明白 好了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